中风后遗症案例 但走路时双腿成八字形 上半身往后仰 右手也没什么变化 冰凉明显萎缩 全身无力到无法进餐 凡思四个月的调理过程 我只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去按推 没有在生活的细节中 落实原始点的理念 外内热源都没有到位 经由义工的推荐 2020年11月14日 再到工艺点做更全面的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一 腰无力 走路会后痒 半小时就很累 需要休息 二 右手肌肉萎缩 冰冷无力 只能抬起70度 三 高血压四年 一百九至一百二 四 便秘 三至四天才排便一次 五 睡眠不佳 每晚只能睡三至四小时 六 尿瓶 一晚起夜三至四次 调理细节 一 每天全身按推一次 二 每天五十克干姜 熬煮浓浆汤口服 三 按推时全身温敷 回家后再温敷一小时 右手臂每天搓姜泥后 用暖贴红豆袋温敷十二个小时 电热毯整夜全身温敷 四 每天坚持爬楼梯 爬斜坡 平甩手运动一小时 散步三十分钟 五 保持积极开朗的心态 调理过程 2020年11月14日 第一次按推时痛点很多 但按完后全身轻松 走路有力气 11月21日 一星期后 高压从190降至160 开始停服降压药 11月28日两个星期后 高压降到150 睡眠好转 能睡4至5个小时 排便改善到1至2天一次 其夜减至两次 右手可以抬80度 爬两层楼梯6次 也不感觉累 12月14日 调理31天后 除腰酸无力 还有三成外 大小便恢复正常 血压基本正常 每晚能睡5至6小时 不行一个小时 也不觉得累 右手能抬高90度 2021年1月14日 调理60天 在右手每天搓姜泥 温敷12个小时后 冰冷改善8成 开始长肌肉 整只手变得有力 能抬高100度 血压恢复正常 腰无力 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4月15日 前后调理共104天 右手筋肉萎缩 改善8成 现在能抬140度 并且和左手一样 整天热乎乎的 全身都感到有力气 走路不厚痒 不行两小时 不觉得累 心得体会 仅四个月的调理 让我体会到健康 靠自己 不能依赖于任何人 每个人都可以做 自己健康的主人 2020年11月14日 调理第一天 2021年4月15日 调理第104天 感恩张医师 感恩每一位 志工的心情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